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y yo! Hello everyone! 這裡是荔枝的男孩 我是不拉空的好朋友 台灣最嘲笑的我是阿力 那我們今天呢 遠從台南來到了屏東的車城浮安宮 那為什麼來車城浮安宮 因為前陣子還有環境做結 每個人呢都是在拍劍叫的過程 抱歉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人帶來的 來了之後能介紹什麼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一樣來廟宇走一走 那最主要呢 今天會來這邊是來車進洋塘的北宮 等來台南 那待會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環境 我們現在來看看喔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了車城浮安宮的大門門口 那車城浮安宮呢 它可以說是台灣最大間的土地宮廟 然後根據廟宇的紀錄啦 廟宇的紀錄是1662年就有浮安宮的雛形 這是廟宇的紀錄 那它這邊其實跟很多歷史事件都是會有相關 包括福安宮這三個字 也是跟歷史有關係的 那那一旦呢 我要來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呢 先介紹一下環境裡面 環境裡面 環境裡面的北宮 我們現在已經在環境裡面 那這大間在廟裡面 那你的習慣就是會把帽子拿下來 就是一個尊敬 他讓大家去廟宇的能夠來介紹一下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中的是我們福安宮的福德政神 他們在福德政神呢 他的復習是用作擁習的 一般我們現在很多外面看到的環境 那些復習都是會在乎虛嘛 但是被公開有一個形式 就是用作運虛 就是直接雕刻而成 那他們現在鎮店這一尊呢 跟他們開機的 那是鎮店的 八宮仔鎮店前面 有一個小小一間的蓋 裡面有兩尊小小的 那他們開機的就是放在裡面 不然是大尊小尊子而已 那現在看到的大電 它的設計其實是一個超高設計 它讓這裡 就是進行太陽公和富生牛肉 那這蓋裡 可以看到有一個超高的理由 就是關營之助 那這樣其實蠻方便的 一邊擺 一邊擺 差不多一邊擺 差不多一邊擺 關營不走 那你如果要去高樓層 那這邊又有那個 電梯的設計啊 可以用這個整體 但是蠻便利的 那像阿里呢 這個很分寬的 的人 像這樣很方便 我們走到這邊呢 可以看到 它兩邊掉了蠻多的便額 那比較特殊的 它這邊有幾塊就是 我們在說的是清白的便額啊 其中包括有一塊 福席陽城 福席陽城這一塊便額 相傳就是它的故事就跟福康安 就是有關係 它有一個便額啊 阿里剛才有講到 福安宮 跟歷史之間有關係 其實 福安宮 在早期的名字叫福安廟 在福安廟 在福安廟 是在更早之前 它最原始的雛形 它不是以福安為命名 一個是靜聖體 那後來為什麼改成福安廟 到之後 變成福安宮 其實呢 也是跟福康安有關係 福康安嘛 康拿掉福安 所以這邊其實它跟福康安的淵源 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我們要幫你講 歷史事件是有關的 待會兒有 再帶大家來看 它有一些紀錄的死碑 Henry是跟福康安 還有跟之前有一部 連續劇非常有名 叫做斯卡羅 那個事件也有關係 也有一塊死碑在這邊 那我們進來到 完工的拜點家 它兩側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叫做斯碑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塊死碑 它就是 在清朝的時候 就是福康安 繳滅林爽文 的一個祭司碑 它叫義勇公碑 那這一塊碑 它就是 在紀錄當時的那個過程 一個紀念碑 這種在地歷史的事件 然後 把這個事件的碑 我們放在廟裡 其實是比較特殊 要說就是 煮古別的事件 就有了 那有歡心的事件 帶到 那裡的相比 這一塊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塊碑呢 它就是 由 那個時候 因為 羅妹號事件 它導致 台灣這邊 的 原住民 漢人 漢人 客家人 跟 美國那邊 的商船 就起了爭執 然後美國那邊 因為 其實美國的商船 擱淺 在狼橋那邊 然後 當地的原住民 趕快出草 就是 覺得 人家是來侵犯 所以 來出草 出草後 他就 拍冰怪 那 回彈之後 過了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 新政府 後來 在 廊橋跟 車城這附近 設了一個 像 兵沛所 那樣的東西 就設了這個之後 由 遊民燈來這邊 他就設了這一塊碑 所以 羅妹號事件 也是有關的 這也是當時候的 一個歷史紀錄 所以 我們去廟林 在那裡 看廟而已 其實也可以去看到 一些 當地的一些歷史事件 跟紀錄 其實有些事情 是跟廟裡 都是息息相關的 想要了解 這種理事 可以自己去看廟 或是 再看一個連續劇 他就知道 他的故事的過程是怎樣 在福安宮 這個行程 其實 來到這邊 他們廟裡 也有 在擲 平安發財金 他的 辦法很簡單 就是 你有把 擲一杯之後 你就去他的文化館 去做 借金的 申辦 登記之後 然後 就是靈驗 還做黃金的動作 待會兒 他的整個 借金跟黃金的過程 我待會兒 他來慢慢介紹 說 我們主要叫什麼主要 要怎麼行 就算了 很幸運的是 福樂真神明日 賜給 阿里這個福氣 我有一天 聽說 我叫什麼名字 住哪裡 或是公司在哪裡 大家開公司的 開店 可以說一下 阿龍 如果願意說 做得出這個 發財金 賺大錢的位 你就給我一個 金杯 阿他們這裡 就是 你有報的一杯 他可以來這裡登記 他裡就是 我們固定是600塊 等一下登記 需要什麼東西 資料 之後什麼環金呢 我們等一下去文化館 介紹給大家聽 是不是認就好嗎 OK 那阿里 擱到發財金才有 阿里要來這邊 然後他有一個櫃台 就是 拿出你的政見 他一定要證件 可以給他登記一下 然後 就可以拿到 你包 600塊的發財金 阿里要做錢賣 就是每年 你可以選擇 自己來這裡賣 或是用現金賣 購買回來賣 以600塊為基準 那阿里要怎麼賣 就是在各年 希望 阿里可以保佑 阿里可以 發大財 探大金 也可以保佑 所有的粉絲們 大家都可以 發大財 探大金 剛才阿里在 文化館那邊 買了兩個 小小的 這 這 也不是銀杏的 是茶客的 來外面 做 刺繡牌 包館 但是這也是 福德鎮神的 祈福小物 現在 阿里來到 來這裡 看大家過的 很好的 可以提出 大家 有些人 可以提出 他的福氣 好 我們現在 在福安宮廟 廟 福安宮 它在車城 它其實 這邊的地理位置 離 海神館 還有墾丁都非常近 所以很多去墾丁的遊客 宗族都會在這邊休息 所以這裡有一個 就是要買一些 他們當地的特產 來這裡的特產 就是什麼 皮蛋 鹹蛋 還有洋蔥 這是他們這附近的特產 所以很多人在這裡 就是來這裡買一些皮蛋 或是 鹹肉 或買整塊洋蔥回去 當然是 在這邊買的 其實個人覺得 皮蛋跟鴨蛋 還蠻好吃的啦 價錢也算多還OK 所以如果有來這裡 就是 拜拜之後 就算是來 怕怕死死 要買一些特產回家 那也是不錯的選舉 接下來 最後就是要來完成 阿里今天來 車城福安宮的 最後的目的 就是要來把我們 靖永座的福德政室 要請回台南 這次是因為做酒 所以我請 好去健身來這裡鑑酒 所以它有一張單子 要幫人員拿著單子 去請我的本 請我們的北公仔回來 對 好的 那 我們現在已經 跟金安藤的福德公伯了 從台南請出來 也出門要回家 在請出來怎麼回家 欸 浪漢啊 現在在下雨 其實是好事啊 這也是浪漢代表代財嘛 希望北公仔回來 台南廟可以 跟我們一樣 舒服給大家 那影片的最後呢 因為阿里今天有 買了兩個祈福小物 記得 一樣要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下面 TAG 三個好友 然後 幫我寫下 我愛北公 謝謝我愛北公 那 影片的最後咧 最近呢 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 Youtube的超級感謝功能 所以呢 喜歡我們的影片 的朋友們 可以 幫我們做一下 超級感謝 幫我們抖內一下 讓我們有這個 就是經費跟 動力去拍更多的 優質影片 然後去介紹更多地方的 神像 或者是廟宇 或是宗教活動 給大家認識 那 最後呢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要開啟小鈴鐺 FB 跟IG 記得也幫我們 多多追蹤起來 那 V字眼開 See you 好 嘿 上座車 回家咯